大家好 我是綜合生物報導 昨天我講了很多YouTuber 變節 甚至是 本來講姜濤的東西都不講的 甚至是開始減產 當然減產就不是高等仔的宗旨 我只要增產的 講姜濤的東西 都很大迴響 有很多feedback 接著有一個觀眾就發了給我們 其實他說 似乎這個趨勢 不單止在YouTube界 直接在姜濤的WhatsApp界都開始蔓延 我說 為什麼會蔓延 他就CAP了一些圖給高欣仔看 他說 你看這些群組 有些群組直接說 各個group主 直接因病退出 直接不想搞 遣散他的群組的人 那個群組有300多人 CAP了這些圖 直接有外奸的人說他CAP了水 然後就散人 散Bang了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事呢 我們就看看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贊好這段影片 以及留言 一個心心一個笑容的影片都可以 以及課金之前 觀眾看到我講一下這個group 但我自己覺得 我就不開名了 因為我自己覺得也沒有需要 這個group主就說 其實我情緒方面一直都要吃藥 也有社康姑娘跟進 社康姑娘要我離開群組 即是姜濤群組 否則就要我入院 你加入這些群組就會有情緒病 我真的不知道 接著我沒得選 只好離開 但你要記住 我寫這段影片就是這個group的group主 縱然日後的日子 可能我會很不開心 那你就不要離開 你不開心就更加影響情緒病 就跟社康姑娘說 我亦都記掛大家 亦都沒得選 我真的要離開了 我愛你們每一個 謝謝你們在我生命中出現 嘩 你不要寫到好像遺書 我沒有什麼意見 老實講 我對於這些群組的起起落落 一定有的 我亦都覺得每一個group主 有自己的一個取向 那這個group主叫停停 是吧 我不會的 我不會的 是有一些 這個就有趣了 那這些這樣的消息 就在別的 MMA Group 或者一些Haters Group 就出現 就說這個group主 就cap完水 就去 去 走 但我又覺得不是 cap什麼水 我自己覺得cap水 他cap了很多嗎 然後我的觀眾聽眾就說 是呀 他說在這個group 近這幾個月 就有很多的應援產品賣 包括什麼充電器 什麼環保袋 跟著就是這個 AV袋 這樣就很多 那他就說 也有前這個group的member 就也都投訴 就說這個group 原本就引他們進來 就是share姜濤的資料 但是不知道搞一下 就 就說 就開始 變了質 就以賣東西為主 還有呢 就是他們賣東西 賣得很厲害的 這樣就幾單的了 而且 而且講的好像 他還傳了些相片過來看 就說 他這個group 還要搞一些宴席 這樣就去 叫那些group 夾錢 一起去吃飯 這樣 而且這些 吃飯的價錢 是很貴 這樣 就是要開席 好像李隆基 李隆基 這樣 紅了去開一開 演唱會 要一直一直買 這樣 就有cap水之鹽 這樣 網上就說到 那現在呢 也都在說 正如我剛剛所說 有些youtuber 覺得 可能講姜濤賺錢少 這樣就 就開始 就不說 這樣 也都說這個group 就說 就是 賺夠錢 賺夠錢 也是 好像搞來搞去 買這些 應援賺物 好像不是賺到錢 正如給以前 意思說 什麼 尤其 有很多姜糖 退團 等等 那些MMA Group 這樣 就去 所以就 就 開始 退居幕後 不做了 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在這些group 裡面 我沒有在這個group at least 就說到 不知道有沒有人 你退出 你是主持人 你都應該有個繼承 那繼承那個人 是不是繼續賣東西 還是什麼 我有一個問題 是這樣想的 是不是繼續賣東西 是不是繼續 sale 賺錢 還有promotion 這件事 我想你們先搞清楚 還有 我想 那個capital說 自己有一個情緒病 但是其實我覺得 只是以事論事 我有些奇怪的 第一件事 就是說 你有情緒病 要食藥 要有人 要寫刊跟進 然後那個寫刊的姑娘 大到一個權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權力 她說 如果你要離開這個 薑糖group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就要去入醫院 醫院 我的院應該是醫院 他的意思 是不是 那我 我又沒聽過 那些社匡護士 是 大權力到這樣 就是說 喂 等於現在突然有人 跟那個人說 你不要再做薑糖 如果你再繼續做薑糖 然後就送你入青山 這樣 這樣嗎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 如果是這樣說 就是說這個group主 根本就有跟這個 但是我 奪緝去想 就是有跟這個寫刊故事 就說 我跟這些薑糖接觸 或者搞薑糖的group 是很大的壓力 影響情緒 這樣 哇 那我又覺得得意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有壓力 因人而異 但是 起碼我覺得 搞薑糖的事情 搞得開心 是不是 而且 她說 經常賣應援物品 還有搞些聚會 可能飯餐都聚會 搞這些事情 應該是很開心的 對不對 就是正如 如果你這樣說 那高安仔每天出幾條片 哇 我說每條片 那些haters MMA 湧入來攻擊 行如沙嫂 我跟你說 哇 那我豈不是黏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特別 第一件事 我就覺得 這些寫刊護士 有這麼大的權力 是要你退group 嗎 我現在懷疑這個寫刊護士 是神徒來的 或者是MMA的人 他就是知道你 他就是知道你搞個姜濤group 這樣 我見到可能有聲有色 哇 可能見到你有些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 就不讓你加入 我覺得不合理 我覺得不合理 如果是這樣 我投訴他 對不對 有什麼理由干涉我的興趣 對不對 還有如果 照我的理論上 你應該是越搞這些事情 應該越搞得開心 老實說 應該是越搞得開心 和高興 對不對 沒有理由是 就是越搞越不開心 甚至 講到一個言論 就說 你搞姜糖group 就會影響情緒 是不是 要立刻退團 對你的身心 就是造成正面的影響 那就要立刻退團 喂 我覺得是 是不合理 是不是 還有 就是我看他所說的話 就是說他沒得選 他說沒得選 只要離開 其實我覺得 人生怎麼會沒得選 對不對 現在醫生 是不是寫一張report 給你 說你一定要離開姜糖 離開姜濤 離開姜濤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 我投訴那個醫生 老實說 對不對 他說要離開 要增心 說到什麼 我愛你們 每一位 每一位 在我生命出現過 喂 其實如果你們是一個group的人 我高中仔強烈建議 你特別看最後兩句 是不是 我愛你們 每一個人 借借你們 在我生命出現 我覺得這些是遺書格 老實說 喂 你們真的要留 你們真心留意一下 這個 這個停停group主 是不是 喂 真的會不會 就是 會做傻事的 大哥 是不是 我覺得他真的 很有問題 是不是 第一 就是 有什麼理由社刊護士 逼他 離開姜濤group 二來 根本他就不想 三來他寫完我的東西 喂 其實好像遺書 那樣 你們真的要 好好看他 當然 我就從一個正面的 角度看這件事 但是 坊間不是 其實不單止這個group 其實有很多group 相應就開始 就是網絡上面 描述為賣尾 你明白嗎 很多姜濤group 好像覺得賺不到錢 正正好 就是我的觀眾 所說 好像我昨天說 有些youtuber 賺不到錢 開始 對姜濤 這個支持的題目 是吧 開始 吐耳鼻息 覺得不值得說 不值得說 不值得做 那 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這樣 可能有些姜濤group 我直率一點說 在我觀察之下 其實有很多姜 有部份 不要說有很多 有部份的姜濤group 真的成立出來 就是專訪賣應援的 是吧 買應援 當然大家 我不知道 有些多就多賺 有些少就少賺 有些一定賺錢 應援group 跟著就可能搞一些活檔 好像網絡上面說 會不會這些group 是做一些飯餐出來 原來你要買桌子 你要買票 你要賺錢 這樣 因為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看不到收費 因為 看回我的紀錄 是很久之前的 是有截圖給高欣仔 看看 當然我不會把截圖 到處放 始終我都認為 這個是姜濤group 應該是受到尊重 但是 有些人 是把他的截圖 到處放 甚至是MMA グルーフ 這些論壇放 說到這個group 是會截水的 我對於這些言論保留 我覺得有保留 除非你有實質證據 好像爵士那些 FC 說到千萬會費 不易而非 你收了錢 收了錢去做Edan的生日應援 做入會費 但是你又沒有做 就走了 我退一晚步這樣說 都是賣應援 你們有沒有交了錢 別人不給你 沒有 沒有就行 雖然我自己覺得 有些做得不好的先例 有很多group 最初就真的發放姜濤信息 然後後來 就簡直是 天天說賣東西 天天說賣東西 又賣些很奇怪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 你印過姜濤group的標誌 就可以賣 這樣 這樣就有了 就是說 如果你說 做一個會員的鎮板 我覺得都無所謂 但是你說 就是 賣東西賣 我覺得就 大家自己看看 我的group 是否真是for sale 還是真是支持姜濤 老實 老實說 我自己都覺得 支持姜濤 是要有行動的實際表現 譬如我 出片也好 或者是 一些分析給你聽 就是我 我不夠 我不知道 是不是 蒸宇 我回到我之前的一個觀眾說 他說 覺得乾仔 就是做片 做分析是辛苦 其實 我就 你說 是不是要用些時間 是不是要用些氣力 是要的 但是你說辛苦不辛苦 我就覺得不是太辛苦 是不是 at least是我喜歡 我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 買英文 是不是 是否 喜歡他們 還是純粹為錢 就是 譬如如果你說 賣些應援物 是吧 你可能 充電器 吸了姜濤的樣子上去 跟著就賣給你的會員 這樣 那你賣給會員 就是純粹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 可能我突然間拆過我的會員 這樣跟他 幾次 我作的 可能跟他 出了幾次應援 這樣 跟著就 發覺原來應援期間 我們要拍很多相片 個個都好像沒有電 那個個又沒有充電器 是吧 那我不如選一款漂亮的充電器 就是性價比高 那樣印個姜濤樣 當是我們的姜濤group 的一個便宜價產品 賣給我們會員 是吧 就是成本價這樣買 是吧 那我又覺得 這件事 又可以說得通 但如果你說 就隨便說 隨便賣些東西 我又沒有察覺我自己的會員 的需要 可能 可能我就 賣一雙拖鞋 這樣才算 引姜濤 姜濤的槍在腳底 那我當然不買 就是我的拖鞋底 是吧 因為我沒有察覺 隨便在淘寶 見到什麼就買 是吧 那如果你說 因為你察覺到你的會員 需要些什麼 那所以就叫做集資 幫他們手organize 還有 你幫忙都印回姜濤的東西 就是讓大家開心一下 我覺得就正常操作 那如果你說一架在賣 賣些東西 是吧 譬如你又賣姜濤寫生集 然後你又賣Anson Lo寫生集 那就不行了 那就 最討厭這些兩家查禮 是吧 譬如可能突然你說 我現在買一粒 叫做姜濤種子的 那這粒種子可以 一種花出來 就可以有姜濤的樣子 那 那不知道 那我覺得可能 這些真是為賺錢 對不對 就是你要有些實際用途 還有你要看到一個 你們會員的需要而去做 而不是為了賺錢去做 你說贈品無所謂 但是你說這些東西就是什麼 所以 說一下 譬如我 昨天也有一個統計 說有多少YouTube頻道 接賣了 有關講姜濤 但是我這個沒有統計 因為實在太多 這些姜濤群 你說真的 我自己加入 我只可以講我自己的資料 譬如我自己加入的姜濤群 無論是Whatsapp Facebook TG 那我大大小小 都加入了差不多 接近500個 是啊 500個 我不知道你們參加了多少個 但是起碼我裡面 大大小小 小至一些姜濤群 二三十人都有 真的有 跟大家講 有些大的 好像大型FC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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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我亦都沒有按照規定 我看這些加入這些群組 有消息就彈出來 沒有消息就躺在一旁 老實說 你不會刻意發一些東西去尋找 為何那麼久沒有人發聲 顯散了 你不會刻意這樣說 但如果一些積極的姜濤群組 說話的時候 我也有回應 我多數都有回應 不過你們不知道我是高分仔的意思 15群組就知道 我會排名牌是真的 這樣也會有 所以就是這樣 至於你問 是不是在姜濤群組裏都有人變節 我自己覺得有幾個 幾個群組是解散 或者是逆手 只要他逆手了之後 不要突然扯起旗 就說 這個是神徒群組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本來姜濤群組 然後樓主走了 或者將你的群組賣給神徒 然後突然扯起旗 然後就說我是Anson Lo 我是神徒群組 這樣那些就PK而已 但是我看到這些就是 可能他們叫做退隱 不知道找救還是什麼 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就 就這件事就是這樣發展 其實為什麼我要今天說這件事呢 正正都是回應昨天那些YouTube YouTuber 突然無故說開姜濤的 突然又好像明金收兵 突然間不說 當中我的原因 但是你說說 這些群組其實 真是 真是 其實真是各有原因 不是說 大家說 只有這麼陰謀論 就說 突然間可能CAP完所以就離開 或者可能 它根本都不是薑糖來的 它是 它是 神套 是吧 特意就整個假群組出來 那我又不會看這個陰謀論這麼多 不過我看剛才的觀眾CAP圖來看 我覺得這個流珠是 如果我假設說的話是真的 真的需要幫助 需要幫助 不然我覺得 它說話也有一點前後矛盾 是吧 我經常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就是這樣 大家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們是群組的成員 我不知道我講得剛剛聽 我都盡量 盡量去看回整件事出來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美好的group的經驗 就是這樣 好 今次姜濤的中文新聞報道就是這麼多 下一次回來我們繼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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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